我們這是歷小平台灣文化公布電台 我們的節目是電腦無視三 我是主持人老曹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們今天要說 油管電腦 尤其是筆電 筆電 還是手機 音效的一些部分 最主要要說什麼呢 一般我們有時候用手機 聽音樂 有時候會用筆電 用家的桌上型電腦 聽音樂 那還不用說 因為一般來說 影響是音診要好 一般都是用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本身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沒有內建喇叭 有可能有幾個機種 像以HP來說 它本身有一個內建喇叭 在它的主機裡面 但是那個聲音不是要讓你聽音樂的 那是要讓你操作電腦的時候 有一些警示音會用出來 意思是說 那是要讓你做一些聲音的警示用的 不是聽音樂的 這樣才要聽音樂 如果是住家的 我們用桌上型電腦 都是要插外接喇叭 有的人是接的螢幕 現在很多螢幕也有內建喇叭 電腦的顯示器有內建喇叭 有的沒有 如果有內建喇叭來說 就比較方便 你可以插一個音源線 喇叭輸出的線 接你的顯示器上面 就有聲音出來了 不用另外一個接音樂 但是一般如果是顯示器上面的電腦 這個聲音都沒有合格 你如果是要聽音樂 你感覺聽起來就是好像有聲音跟沒聲音而已 不要講那種音效了 不太可能有音效 好的音效 怎麼說 因為你現在螢幕上面的電腦很薄 很薄的時候 那個電腦根本就沒有共鳴聲 你如果是音樂要好 一定要有共鳴聲 我們一般有音聲 大喇叭 有的現在的電腦 也很大級的 很大 那種用十二吋的低音喇叭 還有中音、高音 聲音很大腳 那聲音本身就是共鳴聲 那聽起來效果很好 那個電腦也很貴 但是一般我們家的電腦 你如果是用螢幕上頭 那兩個電腦 就有聲而已 真的要聽得比較好 你還要用外接喇叭 而且外接喇叭又分很多種 那些是很簡單的 速度 腳到那種 聲音也很小 甚至有的沒有放大器 直接就是輸出接的喇叭 那種音質也不好 聲音也碎聲 那比較好一點的就是 外接喇叭 它本身富有放大器 我們的聲音把它放大 再補出 這樣聲音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要看你什麼喇叭 如果速度的 腳到那種 大部分都不會說多好 雞音也不會說多好 那比較好的都會用木箱喇叭 用木頭的箱子 那一般像這個 比較好彈簿的 放在桌上上的 有一般用的四吋的喇叭 那就算很好了 那當然啦 跟我們家的聽到 用的大的喇叭 八吋的 十吋、十二吋 甚至更大的喇叭 那還不會比的 所以一般來說 你如果用電腦在聽聲音 聽一些音樂來說 最起碼你也可以用木箱喇叭 還有那個暗腹 不能太差 不是說只是一個大小聲 還有一個左右平衡 這樣而已 記者也要有一個 基音、管音 標準的擴大器 的一個 這個東西 那比較好的 也是有用到 所謂的SEA SEA 叫做Sound Effect Amplify 叫做聲音 聲音效果 放大器 SEA 那些東西 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 有些人的音響 一般都是一個 激音 Bass 一個Triple 就是高音 低音 如果比較好 低音 有一個叫做 中音 全部都是高音 低音 如果比較好 還有一個中音 另外一種 比較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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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基礎的音響 它是用SEA 它聽到我們的音質 跟它分專業 不是只有高音 低音 還是中音 低音 它跟它分作 既然也分到六段以上 甚至 它分到八段 十段 十二段 也有 它怎麼分呢 最低 最高 每一個獨立的控制 所以說你可以利用這個SEA Amplify 可以調出你最喜歡的 那種音樂的 這個 東西 效果 這個SEA 本身 你如果要實體的SEA 這個Amplify 它的價值也不少 因為比較專業 但是你如果有電腦 開電腦上來聽 你可以用什麼 用軟體 軟體 控制的SEA 我們 像這個 一些比較好的播放程式 其實這個播放程式 很多 這麼多 大部分 比較 稍微像樣的 這個播放程式 本身它就有這個SEA 的控制 我們可以去看 它聽到 會使用 這個 這個 等化器 東聞一下 等化器 你把它叫出來 就看到 喔 它可以調整 最低 可以調 60赫子 以下的 還起來 比如說 100赫子 還有就是 105赫子 最高的可以調 20幾K 耳朵已經聽不到的聲音 它也給你調 其實我們人的聲音 我們沒辦法聽得很高 至20幾K 那叫做超音波 你也聽不到 有這個東西 你如果在電腦上頭 你要聽比較好的音質 沒問題 軟體也好 硬體也好 你都可以去做 選擇 有最好的效果 現在講到人家 在家裡 用什麼來聽呢 用那個所謂的 叫做家庭聚印 我們的桌機 我們的桌機 那 稍微像樣點的 它的聲音輸出 不是像 我們經常看到的 只有一個空而已 我們在電腦上的 有關聲音的輸出 最起碼 有三空 一空就是什麼 一空麥克風輸入 一空就是 線路輸入 來應 一空就是 喇叭的輸出 這是最簡單的 最陽春的 這種的 你去買家庭劇院組合 無效 它只有一個輸出而已 但是你的電腦 不要說太差了 差不多是中 上以 這一級的主機板 它的輸出 聲音輸出 大部分都是 五加一 就是說 五聲道加一個 低重音 這個 你就可以去買一個 較好的 家庭劇院的組合 家庭劇院組合 有稍微有 稍微有 稍微有 稍微 稍微 差不多一兩千塊 就買得到 那輸出 比較積極 效果也沒有說 很好 最最好 個人欣賞 不錯 你帶你的電腦 桌上 可以的問題 那輸出 五支 這支 低重音 左聲道 右聲道 後面的左聲道 右聲道 都五支 像這種 這個效果 你如果住自己的電腦 桌子 如果是 老爸不用人 不用多大支 但是在你這個小空間 的效果也算不錯 有的人是 電腦 他要求的 更好 他就這樣 可以買 更好的家庭劇院組合 放的 聽的 你這電腦有可能 你可以我們的 線路 有的 住客廳 有放一支電腦 住客廳 用的 不是 沒有你娛樂 不是說沒有做工作用的 這種的 如果接的 較好的家庭劇院 放出來的 音效 賣的書 你去買一支 實體的 家庭劇院的 這個 這個設備 接電腦 就可以聽得很好的音樂 這是 你如果 現在要聽得很好的音樂 的時候 你用桌上行電 配合這個家庭劇院的 這個 Amplify 這個擴大器 擴音器 組合 你能聽得很好的東西 但是 我們要知道 現在很多 這個 網路上面的 這種多媒體檔案 不見得 能夠提供到 很好的音效 至於 他的 視覺效果 就是說 他的影像部分 通常 現在都已經做得 很好的 尤其現在 為DP輸出 最少 你也有HDMI 這都 顯示到 4K以上 你電視器 的人 還沒有用 4K 用2K 用FuHD 像這 影像部分 是OK 但是聲音部分 就不一定 我們以YouTube來講 YouTube 他的影像輸出 沒話說 都很高 但是聲音呢 你不要指望說 YouTube上面聽到很 很 很高傳真的 的 這種音樂 事實上 你在上傳的時候 他已經把你壓縮了 通常 他大概 只做到128 128K 每秒 他這個 這個聲音 他能夠解析的聲音 就很有限了 他最高音 你就沒辦法 跟上我們一般 我們這種全音音 從 甚至 有些 音響 他標榜 他這20到20K 當然 你不一定 聽得到 20 你也聽不到 到時候聽得到 像 不管怎樣 你 電腦上面的 音效 他是可以做到 這個輸出 但是你的 媒體來源 就不一定 你要call YouTube 上面的東西 那種音效 大概沒辦法 達到你要求 大概就可以從別的地方 別的地方的話 那就 這個來源 來源 就 可能你要去找 而且那些很多都是 並不會公開 有的辦法就是說 乾脆你就用藍光 光碟片 或者是 你自己拍的影片 自己製作的影片 你可以把一些音質提得很高 提到那個 解析 那個什麼 那個取樣率 到48KDAT品質 都做得出來 你如果是這樣 你說 你聽到的東西 就是 有到那種 非常高階音響的 這種效果 這是在家裡 我們如果在聽 聽這個 用桌上行電 我們可以聽到 聽得很好的音樂 現在我們接下來要說什麼 你如果是用筆電的時候 大概就 沒辦法奢望了 一般筆電有聲音 你就算不錯了 因為筆電本身它的輸出 它的聲音輸出 它只是一個 二聲道的立體聲 而且現在筆電的輸出 跟輸入 它都只剩下一個孔 不像以前筆電會有兩個孔 最早還有三個孔 就是我們跟電腦完全一樣 接下來 手法變成兩個孔 一孔就是麥克 麥克風 一孔就是什麼呢 一孔就是喇叭 這個音效的輸出 為什麼沒有來運呢 因為一般你用筆電的人 比較不需要這個 大部分那種麥克風 有人是要做這個視訊 比同年這個 這個 說筆電 上頭有這個麥克風 但是那個麥克風 是很良工的麥克風 你要比較好的 也是要外接 說實在外接的麥克風 電容式麥克風 大概沒有什麼好貨 你如果要比較好的 都要用電磁式麥克風 這種的筆電 的麥克風輸入 就不一定支援 真正要好一點的話 乾脆它就不從那邊輸入 直接從USB 就有這種東西啊 USB的介面 US介面的 一個外接音效的電路 就有一個adapter 叫做audio adapter 本身它可以透過USB的介面 可以提供聲音的輸入輸出 這就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以前電腦常常常 要另外插音效卡 現在電腦沒有人在插音效卡 因為都內建了嘛 而且效果都很好 所以說這個音效卡 以前是很熱門的一個東西 尤其你做多媒體的人 音效卡要求很高 我以前用得很高級的 用那個所謂的烏龜海岸 total beach 像那些creative 我們叫做生霸卡 對我們來說 那還算是小孩玩的東西 真正好的還有很多 像這個 我們做一些多媒體的工作室的朋友 都知道 你比較好的音效卡 那一個音效卡不像 那不會有一個影像補作卡 像那個時候 都要求很嚴格 現在電腦就不是要 不是說它沒有要求 本身它的晶片 我們在電腦上面最主要 還有一些周邊的電路 這些周邊的電路 這些周邊的電路都 差不多都把ACC化 都是一個客製化的IC 把所有功能全部做在一塊IC裡頭 所以電腦裡面現在的晶片 越長越舊 但是它的晶片 越長越大 功能越多 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音效卡 已經早被 主機板上的一些 這些音效的介面 已經取代掉了 我們現在電腦上面 不管你是什麼電腦 它的音效大概 有兩個 比較代表性的 一種介面 我們說的是這個 PC 這個就是AC97 另外一個叫做HD Audio 這兩個 當然HD Audio 那可是更好 我們看到的5加1 這些東西 如果AC97也是有 但是它是屬於比較早期的 音效的介面 有差 有差 不管你是 你的主機板什麼樣 通常這兩個 它的硬體部分都支援 我們知道這個 主機板上面的這個 聲音的介面 那個插頭 那個插頭 現在不像以前說 那麼簡單 輸入輸出 一個喇叭什麼 現在它整個 整個那個插頭 變成 你 共用 你要用AC97 用HD 你要做一個改變 在軟體上面的設定 設定好以後 它就有它的功能出來 這是 做上型電腦 筆電上面 這樣就沒問題了 我們現在再說 就說 真正你筆電上面 你要用 要聽到比較好的 音樂音響效果 還是說要做一些聲音的處理 還是要加一個 USB介面的 所謂的USB介面的音效卡 那已經不是卡片了 就是一個adapt 一個 一個這種介面 聲音的處理介面 微桌很碎的 它純粹是給輸出輸入使用 有的會比較高 因為要求的效果會比較好 透過USB 聲音的介面 它有個好處 它是純數位的輸入輸出 直到外面 外面的這種耳機插座 為止 全部是數位 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雜訊 也傳真 沒有這種 在製的時候 產生的一些聲音的衰減 或者是聲音的失真 沒有 它是純數位的 所以說 這款東西來說 已經燒到 人人買得起 甚至 像一些外接式的 這種USB的聲音的介面 那你要 得到比較 像那種5加1輸出的 這種效果在筆電 也可以做得到 而且費用都很低 那一個東西 都是幾百塊的東西 效果也不會輸 電腦上頭 所以說 你如果用筆電 你要聽更好的音樂 也是有可能 不會侷限說 筆電頂頭的喇叭 用那個喇叭的聽就好了 其實筆電頂頭的喇叭 它的效果 並不好 對我們來說 那是有聲音跟不聲的感覺 這樣說 有比較過分但沒有了 筆電 雖然說它聲音多壞 但是我們筆電 因為筆電它的空間會比較大 它也可以做共鳴箱 如果說 我們要去筆電 筆電 當然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 科班的 或是從事這種工作 有時候 我們修理電腦 如果說 桌上行電 我們筆是很簡單 筆電就比較沒有筆 但是筆電筆起來 是密密麻麻的 尤其 筆電是比較好的 它的聲音 我們去賣場去筆電就知道 這家筆電 它沒有筆電比較大 但它的聲音很讚 怎麼說 感覺它的低音 有很多低音出來 不是說 只剩那些 它說什麼 它本身 它的筆電上面 裡面的喇叭 它有共鳴箱 這樣來說 它效果就比較好 你要講 要講究一點 這樣也可以聽音樂 真正要聽的話 就是外家的喇叭 有些人是說 我幾幾幾 我們不用把那些 我用耳機可以吧 用那種 那種 你說耳塞式的 或者 套頭式的這種耳機 不管怎麼樣 也不是 耳塞式比較差 那不一定 要看你的耳機 耳機它的性能 耳機也很好 因為耳塞式 一顆幾十千塊的也有 像我們 定位我們有說到 像耳機界的 老斯萊斯 這個 Monster Monster 叫做怪物 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Bit B-A-T Bit 這耳機很貴的 一顆 青青菜 幾十千塊 九萬塊 套頭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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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顆一萬以上 不像一般外面 幾百塊 兩三千塊 我覺得很好 那 差很多 有聽過到沒有聽過 你就知道 你如果聽過 聽好的耳機 你會覺得 村的那裡 根本就不值得聽 有些聲音 有些聲音 對每個人的感覺 不一定一樣 但是 這種品質 不要說內行 一般人都可以聽得出來 所以說 你如果用筆電的時候 有些聲音 不一定要用外接喇叭 也不一定方便 要戴個耳機 戴個比較好一點的耳機 效果也不會太差 後來 我們不要說 手機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 一般 我們的感覺 手機上面 你聽到的聲音 我們最主要是打電話 打電話 所以聲音 聽得清楚就好了 至於要聽音樂呢 那是 將就將就 有聲音就好 這是一般 大家對這個 手機上面的音效的感覺 就是這樣 但是 手機也是有 比較好的音效的手機 不是說 大家手機都這樣 有聲而已 最大的差別就是 手機上面的喇叭 喇叭術很重要 一般 我們手機 就有兩支喇叭 一支就是要給你用 這個 公典的用的 那支 水機的喇叭 另外一支就是 較大的喇叭 那支喇叭 要給你聽到 一般我們手機 一般我們手機 上頭 有一個選擇 聲音輸出的時候 譬如說你講電話 有一個叫做面詞聽筒 一樣 擴音就對了 這時候 它的聲音 用那支喇叭出來 聲音比較大聲 你就不用拿去耳朵旁邊 你就拿著 就可以聽 聲音很大 這就是利用那支喇叭 聽音樂它自動就從那邊播出 它不會 像你在看YouTube 或者聽那種MP3的檔案的時候 它自動會從喇叭出來 它不會從你的耳機那個 小喇叭輸出 你可以聽到 比較大的聲音 不用手機拿在耳朵旁邊 這是一般手機 最基本的就是這樣 但是手機也有比較好的 它不是兩支喇叭 它有三支喇叭 一支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那支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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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那支都在上面 手機的上面 那它下面是有個麥克風 它剛好符合你的耳朵跟 你的嘴巴的位置 那支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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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兩支喇叭 一般有一個一支喇叭 那支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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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你聽到喇叭 不是說有聲就好 一般的手機 為了要節省空間 那沒有什麼地方放耳機 沒有地方放這個喇叭 用一支喇叭 有聲就好 把左右聲道混合 從那邊輸來就好 但是 比較考究一點 比較講究一點的 手機 喇叭是把你分成兩支 左聲道 右聲道 這種手機也不少 各個廠牌都有 不是全系列 有些會有 比如說 Sony也有 Samsung也有 LG 這個韓國白柱 人物 台灣的白柱 HTC也有 ASUS也有 都有 要看你是哪個機種 你可能 你這樣從外表 不易看出 當然從那規格 就看得出來 從外表的話 一般 你要兩支喇叭 你會發現它的聲音 那個聲音輸出的孔 不管是隱藏式 或者半隱藏式 你會看到它 有 一樣的 這種輸出的孔位出來 不是讓你插 插耳機 直接喇叭就在裡頭 這種手機也有 有的是 大部分這種手機 它的兩個喇叭 一個在上方 一個在下方 所以你的手機 把它橫擺的話 剛好左右伸到 聽得非常的清楚 效果非常的好 有的是這樣 它都放下 放下 左邊跟右邊 因為兩個很接近 你要聽出效果 說實在也不易 但是至少 可以區分的出來 聲音會比較好 至於手機上 你要說要共鳴的作用 有沒有那種音箱共鳴作用 真的難度太高太高了 手機要越做越小 你有多大的空氣 可以做這些喇叭 一些增強的效果呢 非常有限 我們如果是 會有 修理手機的人 你手機給它開 你就看它的喇叭 那跟筆電的喇叭 根本就不必 筆電喇叭 還有一個 有些 還有一個塑膠殼的 這種共鳴箱 在手機根本沒有 甚至我的手機 它是用 振動墨 是用鋁墨 不是一般的那種 所謂紙盆 那些東西 頻率是因為更差 根本就沒有低音可原 聽到的都差不多中音 高音特別的好 因為那些東西 本身有震動 它的工作原理 在高音的表現會比較好 根本沒有低音 沒有所謂的低音的表現 你手機上頭的播放器 你如果可以去 有這個SEA 可以去調整 你怎麼調的不好 一樣 聽到的什麼 都一樣 都一樣 這個手機 你就先天不足 你就沒辦法聽到 好的音效 來 休昆這個 稍後再繼續 大家好 我是民營董 駅長崎嶺 蔡思映 你現在是有聽到的 同愛這塊土地 同關心台灣 真的 講話再加大聲的 日式合併公佈電台 FM U7.3 小英嚴選 新人上場 大家好 我是張佳麟 新北大翻新 佳龍佳麟一起拼 林家龍 張佳麟 中和記民會 8月26日 禮拜五晚上六點半 在中和國防管理學院 中正堂 八月二六拜五 晚上六點半 在中和國防管理學院 中正當 邀請大家做回來 支持新市長林家龍 新議員張佳麟 為佳麟佳龍 佳龍佳加油喔 老公 讓我年後 你跟公司的董事餐喔 餐? 你去就餐咧 我們去天香回味 吃養生的火鍋 吃火鍋 哦 constitute燙 $6 吃火鍋 太用燒啦 碟咧 一碟就沒燒 天香回味 養生火鍋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 16塊入牢 25一日 七二七五 25一日 七二七五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提出七里 大洪雨如果按車主動提出 騎車減業 才是騎車隔離同提出 在大紀元 南市經濟的狀況 才不能離開房間 房間裡面的環境 自己拚少 跟本書包好寫 放在房間的門口 不能要求請客人 進去房間裡面拚少 第一大紀元 如果是主要協助 才用電話 跟房間路關營完 裡面就 片面直接接受 控制感染的風險 五間戶不必怕 醫生說過 優先親一加一關手提供 大家好 我是音樂創作人 詹雅雯 每一首音樂 代表著一個感人的故事 音樂是創作人的心血結晶 取得音樂的授權 並合法播放音樂 創作人的權益 由您我 一起來守護 好音樂 豐富 您我的生活 來去上班囉 今天是走路推 不要坐電推 您人這輩檢討很熱 我也不可以思考 夏天穿兩件衣 冷氣和雕管一堂 完成 簡單吃 風本住 從民心電高興 出來電器定期清潔保養 提升用電的效率 更加放心 這輩檢討無限時間多點 衛生化開始 更加多心電的企圖 今集這輩檢訓 望詹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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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我們都是在這些單胎 看你去爭過的日子 想你想你 求一點早 會不會 我們這輩檢訓 台灣文化公布電台 電腦五四三的節目 我們今天說 油管電腦手機 聲音輸出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到 桌上型電腦 如果用它來聽音樂 會開始你聽到不錯 當然你要有 比較好的周邊 比如說你有一個比較好的 家庭劇院組合的擴大機 或是比較好的一個擴大機 你聽到什麼 就應該做得不錯了 你如果是用筆電 筆電大概沒有什麼機會 用它本身 筆電上頭的內建喇叭 大概能聽到 就是只有聲音 不要說低音了 這個根本 大概是一種奢求 你要聽得好聽 戴耳機 不然就是一樣 跟上型電腦 用外接式的這種 擴音機 就能聽得比較好的效果 現在說到這個手機 手機上頭的喇叭 它本身 手機上頭沒有喇叭 說不過去 不能說動不動 要你戴耳機 或者接外接喇叭 但是喇叭 會一定要有 就不一定要給你一個 叫做立體的輸出 也就是分左右伸道 通常一次喇叭比較多 手機上頭 兩支喇叭左右伸道分明的 就比較少 有些機總有 所以說你在買手機的時候 有時候你想說 買到一支 稍微好一點的 你聽音樂 不一定要戴耳機 也可以聽到它的立體效果 這種雙聲道的立體效果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 買這個雙聲道輸出 就是兩支立體的 這個手機 這樣才能達到那個效果 好 現在我們再說兩個 手機上頭的立體 因為它沒有什麼 共鳴空間 大家都做那些 你要想說沒有 共鳴空間 很難 幾乎不可能 所以說 有一個人 異想天開 他把手機 做成一個 一個價值 一個價值 他本身手機就在這個 共鳴箱裡頭 啊 聲音出來的時候 經過那個共鳴箱 你看電影的時候 看鴉片的時候 你手機看到的 還有一個放大的 一個薄膜在上面 你看到手機的 這個 這個 面積啊 增加百分之二十 整百分之五十 啊聲音 低音也會出來 但是這都是什麼呢 這種所謂的 模擬的方式 還有 我的手機 有時候我們現在 很多人要看的 立體 立體輸出 YouTube 很多人的 立體輸出的 3D的影片 啊 我們一般 直接看 看鴉片跟蜜蜜 它有紅綠色 交疊在一起 你如果這樣看 你如果設在3D 這樣看 你看得很辛苦 你看不到 但是你如果 有那個眼鏡 好像看電影 立體的那種 你如果那個眼鏡 你看的時候 它就不一樣 你真的看到立體的 也有這個東西 也有這個所謂的 立體的 一個那個叫做 我們手機的 一個觀看器 熟熟了 那幾百塊就有 我記得 我住那裡 住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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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那個東西 本來我叫它說 那個本身裡面 有一個顯示器 但是不能夠熟 看 基本上是 不夠的可能 那個價錢 我也買一個 去試看看 它裡面的設計 就是這樣 手機放裡面 整個都 包在裡面 你就像一個 叫做 虛擬視鏡的 這個顯示器 掛在你的頭角的 兩個眼鏡圖 就照在裡頭 你看到 好像帶一個 黑黑的 就是虛擬視鏡 那種東西 裡面放手機 左右 兩個左右眼 它是分開 看到畫面的 不同 的 這個畫面 那一個畫面 有兩塊 這種就是 一樣用 所謂用 原色 原色的 過濾的效果 產生3D的效果 紅色濾鏡跟 綠色濾鏡 這樣去做 這樣看到的東西 真的就是立體 要立體的影片 有這種東西 這跟我們 剛才說的 有的 這個手機 你為了 你的視覺效果 你的音效 比較好 它一樣 也有這個東西 手機擺在裡頭 那你在看的時候 畫面會放大 同時呢 你聲音出來 也是比 平常你手機 聽到的 更好 這 這也是 另外一種 痠痠 不然我會拿這個小螢幕 看的時候 有時候有 藍光的問題 有一些 周圍光線的問題 會讓你的視力變差 像這些 一些輔助的東西 確實是可以改善你的 視覺的環境 也可以改善你清潔的 這種效果 這就是手機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 這個音效 好 現在我們還要說什麼 不管你是用手機 還是用電腦 在聽音樂的時候 你若是 有一個 較好的效果 不管怎麼樣 像 Window 這個作業系統 本身 它所驅動的 它主機板的一些 音效的 硬體 我們剛才說到 有這個HD 跟AC97 這兩個不同的系統 它所代表的就是 不同時間 發展出來的 這種音效的系統 我們 既然有這些東西 因為 大電腦上 把硬體 本身的東西 壁起來 硬體 本身的東西 受限制 你沒有買到 這種硬體設備 你就聽不到 但是 在手機 在電腦上面的話 就完全用軟體 用軟體來選擇 你要的東西 沒有硬體的限制 一般硬體的 可以講你要再去買 但是軟體的話 多半這些東西 很多 尤其在手機上 很多這種 播放器 都不用錢 尤其是 Android 系統 還有電腦上 也一樣 像這些播放器 大部分 都沒有在收錢 都是有這個 所謂的 我們叫做 Free Eversion 它的功能 可能會少一點點 但是 它 提供一個免費的 一個使用的環境 給你使用 你如果 假設要去買 也有 你買到的 這個 軟體 播放的時候 它的效果 基本上是差不多 但是 它有一些 附属 附加的功能 會多出很多 所以 基本上 你也不一定要去 去買一個 這個 播放器的軟體 大部分 都可以 所謂的 Free 所謂的免費的使用 就可以聽到很好的東西 除非你要再製作 或者 它的功能 都應該具備 我們現在也要說 在電腦 在手機 你要播放一些音樂的時候 你使用的這些播放器 不管你是播放聲音 播放影像 或者多媒體檔案 有什麼 不同 我們 要使用這些 播放器的時候 要注意到 什麼問題 首先 我們說電腦一部分 一般 這個 開電腦 開Windows上 你去使用 這個播放器 本身 Microsoft 它就有這種 影音的播放軟體 到Windows 10 Windows 11 它越做這些播放軟體 越做是越 越好 而且它的功能 越多 但是一般 是有這個 想法 我們聽的聲音 最重要 看音樂 看的聲音 就是它的效果 有些 有些附加功能 太多 我們不一定 還用不到 反而會困擾我們 我們 在Windows上 它提供的這種播放器 譬如說 我們最早的 所謂的 media player classic 叫做古典式的 這樣 多媒體播放器 這 大小通知 到現在為止 差不多 所有能夠 播放的 格式 它都可以播放 不是說 它能聽得多好 最主要 它有一個 open的 叫做 decoder 解碼器 你必須 安裝這些解碼器 有些你必須要去升級 這些解碼器 通常也都是不用錢 所以說 在這個 用電腦的 使用這個 多媒體 播放檔案的時候 幾乎可以說 不用付錢 而且不止 Microsoft 它有這個 這個程式 這個所謂的 有附屬應用的程式 給你用 還有一些呢 一些其他的 發展出來的播放器 很多啦 像那個 real real media 我們所謂的 這個 RM real media 它們也本身有 一些這些播放器 real player 像這些東西 也是做得很好 好好看 再來像 Apple Apple 本身它也有 有這些 不錯的播放程式 再來呢 有些第三方的一些 軟體公司 像 很接近的 KM Player 這是一個 韓國的公司 這也是算很重的一個播放器 它著重的是一些附加功能 比別人都強 像字幕啦 或者一些後面的一些 播出時的 那種即時錄影 你可以產生 利用播出 它的附加功能 可以做出很多 產生字幕 一大堆啦 這種功能 有時候 我們要去找這些東西 單獨的 不一定好找 它都把它收集在一起 甚至還有一些 所謂的 我們叫做 Voice Changer 也就是說 聲音的一個 轉變 轉化器 就是以前 我們有聽聽的 在用卡拉OK的時候 像卡拉OK 我們知道 有一個 做法是這個樣子 它把左深道 右深道把它分離出來 左深道就是 歌聲加上樂器 右深道是純樂器 有喔 這個檔案 你去網路頂頭 尤其YouTube上面 它有些 它就有給你標示 它是這種所謂的 卡拉OK的影音 它是深道 把它分離 像這種情況 你哪碰到這種 比較高階的 比較 功能比較強的 播放器的時候 喔 那就很精彩了 你可以怎麼玩呢 左深道 右深道 加在一起 或者 左深道拿來 兩個深道播出 或者 右深道拿來 兩個深道播出 你得到的效果就是 欸 你拿到了這一個 聲音檔案 你可以把它當作 它是一個唱歌的一個檔案 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純演奏的檔案 都可以 因為它本身它有這個功能在 所以說 東西 音樂 好不好 包括它的效果 欸 有時候是 由播放器來決定喔 喔 而且這個播放器 越多越 越成功 怎麼說呢 因為你設計播放器的人 啊 它擁有播放器 上面需要 這個解碼器的人 欸 也是不同公司 所以很多這種播放器 它是 有一些free的 這種decoder 它就直接把它 view in 在它的播放器裡頭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喔 那種什麼MTS Sony啦 還是說 其他的一些 奇怪怪的格式 齁 有一些播放器 是不能播放的 不是不能播放啊 你安裝完以後啊 可能沒辦法播放 但是你要去補足啊 你要去下載一些 它可以使用的解碼器 那種decoder 你就可以 什麼都可以播放 啊 甚至現在更成功的 更功能 更好的 這種播放器 它沒有跟你限制說 欸我這個是MP3播放器 我這個是MP4播放器 不是 它都可以 通通可以 你要聲音也可以 要影音 也可以 喔 欸不管怎樣 新機的 那叫做flash flash video FLV 啊 我們說 所謂動畫的 那種檔案 啊 甚至有些電子音樂 MID的檔案 MID啊 MID MID 它的副檔名叫MID 像這些東西 都屬於多媒體的檔案 欸 來者不去啊 所以說 現在 播放器 不是說它很厲害啦 它能夠適合各種的decoder 各種的解碼器 它只要你有那些解碼器 來者不去 什麼都可以播放 啊 所以說 我們剛才你說的 要用電腦也好 用手機也好 來聽音樂的話 我們不要忘記 不忘記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啊 不是說 你用的是 哪一個 硬體 啊 怎樣的 這個作為系統 不是 最純粹是看你的application 你的應用程式 上面能提供到 怎樣的功能 啊 這就是 我們要聽這個 好音樂 已經不是 硬體 來決定一切 軟體 也很重要 好 當然最終 最終 硬體 如果說 我們沒有要 開交通器 買一支 較好的 麥克風 較好的耳機 頻率響應 這個 frequency response 會讓它看 還有 所謂的 low noise 那種 低噪音 低噪音的 這一種 這一些 周邊 都可以 達到這種效果 通常啊 我們 所謂的 追求的 SM比 訓雜比 要追求 比較高的 訓雜比 在一般 家用音箱上 我們一起 都是 把這個拿 來當它 最重要的 一個 這個 規格 在 這個 行動裝置 好 在電腦 上面 也好 這些東西 這個 要 追求 聲音的 這部分 大部分都 透過軟體 都可以 去達到 你的要求 至於你 硬體 的部分 能不能 跟著 接受它 能不能 提供到 那麼好的 一個輸出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軟體 你機器 再怎麼 廉價 你的 這些硬體 再怎麼 廉價 你看到的 軟體的部分 跟人家 那種 很高階的音響 已經沒有什麼 兩樣了 最終表現 是你的硬體部分 但是你在 現在的 用電腦 來做這些 音效 做這些多媒體的時候 那些程式 已經沒有跟 硬體 沒有絕 絕對的關係 不是說 一個很便宜的硬體 你就沒辦法去 用這些高階的一些 軟體 去做 音效的處理 這是 兩回事 你若是 有一個 較好的 這個程式的時候 其實 你什麼事情 什麼 都做出來 做出來 做出來的 你不一定 要把你的電腦 表現出來 你拿到別的 比較好的機器上面 它一樣可以 做出很好的效果 這就是 我們現在 聽聽看到的 一般的 這種 多媒體工作 用的電腦 跟以前 比起來 現在 很方便 不需要花很大的錢 很多的錢 你就可以很好的設備 很多人在講 做這些多媒體的東西 很多都會用一些 外接的硬體 譬如說 粉音器 現在有電腦級的 用粉音器 透過這粉音器 你可以做很好的一些 聲音的剪輯 但是呢 再怎樣好的 這種硬體粉音器 如果說你要拿 軟體 用軟體的粉音 的 這一些 mixer 這一些軟體來比的話 那 硬體的東西 反而 更不容易去升級 動不動 你要換機器 沒有幾個人換的器 有的很貴 但是用軟體 你用一個比較好的電腦 要用 比較好的軟體 這個軟體 可以隨時更新 它一直更新 一次就要像你去買一個 新的一個硬體 回來一樣 我們這個電腦 這個環境 在路來路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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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